2022年7月密歇根大學全健康老齡化民意調查 向美國50至80歲的成年人調查了高度加工食品成癮的症狀 並研究了這些症狀與身心健康的關係 結果發現1%的美國老年人可能患上食物成癮症狀 研究人員表示高度加工的食品 好像甜飲品、薯條和快餐 對某些人來說就好像香煙和酒精一樣令人上癮 食物成癮最常見的症狀是強烈的渴望、無法減少進食 階段後的各種症狀反應 研究結果表明女性達到高度加工食品成癮標準的可能性 是男性的兩倍多 神經心理學家薩南哈菲茲博士 是理解心靈研究所的主任 也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 他表示食物成癮有三個因素 1.壓力和情緒 研究表明食物成癮與憂鬱 和焦慮等負面情緒狀態之間存在顯著關聯 當我們感到沮喪或精力不足時 可能會被甜蜜的東西所吸引 面臨高壓或需要安慰時 可能會令我們轉向碳水化合物 2.腦化學 食用負含碳水化合物 脂肪、糖、鹽和人造甜味劑的食物 會導致某些人上癮 哈菲茲表示 這會激活大腦中的獎勵處理區域 並釋放血清素和多巴胺 多巴胺獎勵回路的過度刺激 可以提供快感 其感覺類似於服用毒品或飲酒 3.遺傳基因 造成食物成癮的另一個因素是基因 研究表明有些人的基因 令他們幻想任何類型成癮的風險 高於平均水平 英國帝國理工學院 公共衛生學院一項研究發現 高度加工的食品 與癌症風險增加有關 在研究了20萬名中年參與者超過10年之後 研究人員發現 食高度加工食品的人 患潛在致命癌症的風險要高得多 其中卵巢癌和老癌 更有可能在食用超加工食品的人群中發展 而且卵巢癌和乳腺癌 對這一人群來說更有可能是致命 此外大量進食高度加工食品 亦與肥胖、糖尿病 和心臟病的風險增加顯著相關 食物成癮不會自行消失 哈菲茲建議要克服它 你必須首先自己做出改變 1.限制觸發慾望的食物 哈菲茲建議從飲食中去除酒精和含咖啡因的飲品 以幫助減少不良的飲食選擇 因為這些物質通常會引發慾望 康奈爾大學的研究證實 咖啡因可以令食物的甜味降低 導致人吸入更多的糖 另一項研究表明 酒精可以刺激大腦中的神經細胞增加食欲 2.讓身體避免垃圾食品 在飲食中引入健康的食物也會有所幫助 聚注時間的推移 你的身體將習慣於避免垃圾食品 並減少對不健康食物的慾望 哈菲茲表示健康食品實際上 令你的身體感覺輕盈 而加工食品令你感覺沉重 3.認知重申評估 認知重申評估通常用於減少負面情緒 它對消除食物成癮也非常有效 例如當看到垃圾食品時 你可以想像吃它的負面後果 食物可能會導致癌症或令我發叛 這樣的想法可以幫助顯著減少對食物的慾望